或許有不少人都受到廣告的影響 說這運動之後都要喝運動飲料 來幫助恢復體力 但是這個舉動是正確的嗎 那可不一定喔 營養師分析就說到了 這運動飲料它主要的成分 包含了糖、水分、鈉跟甲這些電解質 適合是在重拾中強度的運動之後 也就是大量流汗之後來飲用的 它可以幫助我們身體來補充熱量以及水分 還有流汗流失的這些電解質 但是你如果做的只是一些比較簡單的運動 像是外出散步、快走等等 比較緩和型的 那你既不喘也沒有大量的流汗 建議大家單純喝水就可以了 因為你喝運動飲料的話 反而會增加熱量 那會變胖喔 從事運動身體水分流失 有人喝水補充 有人喝運動飲料 只要喝對時機都沒有錯 對以後一次吸氣往上長高 健身房裡學員們在教練指導下 進行長達一小時的有氧訓練課程 像我們這種比較高強度的健身 因為會大量的流失水分 那最好在運動的時候 就已經加好在你的水裏面了 對這樣子其實比較不容易抽筋喔 運動飲料可能是你運動完之後 你補充電解質的時候 可以幫助你可能恢復你的體力 健身之外還有像馬拉松 這種超過一小時的高強度運動 有明顯喘與流汗 只喝水也不夠 那樣子的狀況下 你消耗的能量跟這個水分 跟鹽分就會很高 可能就會需要額外去補充一些 含糖含電解質的液體 不是有運動就要喝運動飲料 要參考強度與時間長短 做個30分鐘左右 其實是不需要特別去補充運動飲料 就是補充水分就可以了 如果需要喝運動飲料 由於含有糖分會增添熱量 要避免過度攝取 我會喝稀釋的運動飲料 1000cc的話我就會500500 稀釋的話對人體的負擔不會那麼大 不管喝水或運動飲料 時間點也很重要 比較建議是當中就要補充水分 不要說就是已經到很口渴 或是筋疲力竭的時候 或是怎麼樣 然後到運動都結束了 才去補充水分 喝對時機能減輕身體負擔 也能為運動效果加分 大愛新聞張國端 郭紀宗 李嘉展 中部綜合報導